這是第75屆世界衛生大會WHA 22號到28號 在瑞士的日內瓦來舉行 那麼現在呢 我們也派了世道團已經抵達了 蔡總統就說了 好 他要感謝這些 海外僑界赴日內瓦聲援 推動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的活動 所以他在昨天也錄影來致詞 他說台灣需要WHA WHA也需要台灣 積極貢獻國際醫療公衛的台灣 不應該被排除在外 好 那現在陳中委說了 這世衛大會才開始 所以我們也會秉持著貢獻的參與 一切等待最後的結果再來做打算 那麼網友就說了 誰需要台灣 大陸需要台灣 以前不是都放任側翼亂罵WHO 那還有人說 整天都說有人支持台灣 支持在哪裡 以及到底能不能加入 還有人說美國的爸爸不理你 另外也有人問了 這六年我們加入了哪些國際組織 算一算 可能用刪去法 被排除的比較快 還有世界少子化組織 全球期到疫苗快篩組織 還有加入平行世界 大家都滿有創意的 海明哥 如果我講世界少子化組織 台灣真的是霸主 因為我們已經是世界第一名了 別國的程度遠遠追不上我們 而且你看這一波OMCAN 專門針對老人跟小孩 台灣小孩搞不好又要死一波 這就是我們政府的德政 少子化完全大成功 政府每天在那邊宣傳什麼WHA什麼 WHA需要台灣 台灣也需要WHA 台灣需要WHA嗎 你們忘記去年前年 你們是把譚德山罵了跟狗一樣 你們忘記電視了嗎 你們不是說WHA已經是CHA了嗎 不是變成中國的形狀了嗎 不是全部都被中國大陸把持嗎 一個全部都被中國大陸把持的組織 你加入幹什麼 你有病 你有自虐狂 進去被人家羞辱 你喜歡這樣嗎 為什麼你們前兩年可以這樣說 那等到你今年就可以這樣講 結果話就隨便你們講的就是 WHA到底是個什麼樣的組織 它到底是個好的組織 還不好的組織 那過去台灣能不能加入 是可以的 那為什麼不能加入 不就是因為 你們故意要去鼓動兩岸之間的關係嗎 自己把自己造成這樣的一個結果 到底要怪誰我也不知道 那請問一下好 沒關係 這是台灣817萬人共同的選擇 我們選出來這樣一個政府 那請問一下我們不加入 我們被WHA 招待觀察員的資格之後 我們獲得了什麼 這幾年獲得了什麼東西 台灣價值更充滿 還是台灣的經濟突飛猛進 還是台灣人的國際社會地位提高了 都沒有 看不出來 到底進步在哪裡 我們到底獲得了什麼 什麼也沒有 可能就讓某一些人覺得很爽而已 大概其他事情就沒有 所以現在老實講 你再怎麼做這些都是百搭 包括叫什麼林靜宜去 老實講陳時中去也沒有 就像蔡英文蹲 跪在外面也沒有用 我講實際話就是這樣 沒意義 因為美國他們每天都告訴你 美國每年都說 支持台灣加入WHA 請問一下有加入了嗎 沒有 今天我們在那邊講說 世界有70幾個國家都贊成 我們加入WHA 中國大陸 馬上回應一個 全世界有超過90個國家 支持一個中國政策 他就直接這樣回應你 這個世界沒有什麼 這個世界不是在跟你講 公平正義的 這個世界就在跟你講 誰的拳頭比較大 現在就是老共拳頭比你大 沒話講 事實擺在眼前 你要就跟他和平相處 你要你就有實力跟他一決辭雄 你明明沒有這個實力 跟他一決辭雄 然後又不甘願 每年在那邊水水涼 那請問一下有什麼意義 你只知道我們2300萬人的日子 越來越難過而已 所以這個是個擺在眼前的東西 可是這個政府永遠不會瞑目 為什麼 因為這個政府已經爛到 不靠操作這些東西 他已經沒辦法執政了 因為他其他什麼都不會 到現在還在那邊 想要六倍券什麼東西 真的拜託好不好 你上次的那個五倍券 已經被人家打臉成那個樣子了 是 到最後只好 明明根本沒有什麼五倍 就只要硬著頭皮交到五倍券 那現在準備再來一次 但我跟你講 他還真的可能會再來一次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年底需要錢 他需要有東西把現金洗出來 所以他很可能真的會再做一次 然後我們台灣的一堆傻瓜還原 政府得正又領到錢 那都是你的錢跟你子孫的錢 你現在正在偷工台灣 我剛剛看到有個年輕人講說 只要不會通貨膨脹就好了 這位先生 你傻了嗎 現在已經通貨膨脹了 你政府如果持續這樣發下去 不管他發的是現金 還是任何有價證券 都一樣 都會再度造成通貨膨脹 美國現在通貨膨脹為什麼這樣 就是因為他一直QEQEQE 台灣也是一樣的狀況 不要傻了 就是先前的大傻幣造成之後 現在這樣狀況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一回 來加入來到日內瓦市民黨立委林靜怡 跟跨黨派立委組成的一個社團 來參加週邊的活動 你可以看到他在臉書上發文了 他說在瑞社日內瓦車站 入場沒有量體溫 沒有酒精消毒 那麼不用疫苗護照 沒有戴口罩正常的生活 他說這個就是目前的國際後疫情作為 他說台灣面對疫情不是沒有準備 但是在疫苗接種率比瑞士更高的情況之下 才開始準備開放管制的制度 這些都是台灣努力來的 所以他看到日內瓦這樣的一個景象 他也拍下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 確實在這邊的民眾都是沒有戴口罩的 他說他是有感而發 說看看世界 看看台灣 那麼對於大家質疑說台灣有沒有準備 台灣確診第一的批評不實 他說過去兩年各國遭遇的大量死亡 無法出門 不存在嗎 那麼前年前民戴口罩你不在嗎 被稱為大魔王的Delta圖片 嚴格的匡列隔離不是嗎 所以他問問說大家忘記了嗎 他說現在準備要開放 這難道不是我們台灣努力來的嗎 所以要大家看看世界看看台灣 楊明哥 其實我覺得這整件事情 應該是要從我們到底 這個不管是WHO也好 或是這個疫情也好 我們到底跟世界我們站在什麼樣的位置 林靜宇委員他可以講得很輕鬆 因為你是拿我們人民的納稅錢出國 你飛到瑞士日內瓦 機票錢住宿權全部是人民納稅錢 你講得很開心 我現在在日內瓦 大家都沒有量體溫了 正常生活 好正常 請問我就問一個 其實現在大部分的店家 也沒有要你量體溫的 在台灣 頂多就是戴口罩 然後你會 放一罐酒精在那邊 然後你自己在那邊消毒了 其實很多的店家也是在這樣的 問題是台灣沒有人敢去了 現在真正的問題不是你什麼 看看世界看看台灣 現在台灣人民是 你知道現在多少餐飲業 這一波又是一個雪上加霜 本來想說前年一波了 去年更慘 今年本來想說好一點 我們要來沖一波 端午連假來了 趕快沖一波 所以大陸館出門 對 結果這一波疫情 現在全台灣目前人潮 都聚集在什麼哪裡 就是那個白沙豚媽祖那邊 當然我覺得信仰是很好的 就是說在對抗病毒的時候 有信仰是很好 但是病毒不會分這個所攔 男 女 老 幼 就是群聚 流行病 群聚就是會傳染 但是人家 你今天去看瑞士日內瓦 然後去講說 人家的疫苗施打力多高多高 我們都超越了 好 那為什麼不現在 你就把口罩大家都拿掉 對不對 台灣你要不要現在都把口罩拿掉 現在大家就說 我們全部恢復正常生活 所有禁令全部解除 要不要 我們都不要隔離 外國人來台灣全部取消檢疫 全部取消居家檢疫 居家隔離 不行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台灣 有台灣獨特的一個 防疫的一個模式 現在我們的疫情才剛起步 很多的歐美國家 是已經是在下坡了 而且其實最關鍵是什麼 人家藥物到處都有 快篩到處都買得到 走出門就可以了 是啊 我們不是啊 我們台灣有很多東西 是仰賴其他國家的資源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有優惠我們中天的網友 這些東西都可以在 我們快點購網站上投來購買 現在有三種不同的好康組合 購買的時候呢 不要忘記我們有非常多的 這個折扣代碼 可以給大家來輸入 可以享有一些優惠好康